蒲滿鳳梨和火腿的夏威夷披薩 還有這款上面有洋蔥 青花菜花枝 蝦仁和蟹味條的海鮮披薩 對台灣人來說都是經典口味 但連鎖披薩店拿美樂 五日錦宣布夏威夷和海鮮披薩 兩款口味將在3月17號下架 蠻驚訝的 我蠻喜歡夏威夷披薩 因為它有鳳梨 蠻可惜的吧 蠻喜歡吃海鮮的 吃起來的口味比較大 重一點 拿美的回應 3月18號會再公布新款披薩 也因為現在兩個經典口味披薩 還有進步的空間 才會先下架 強調與食安問題跟原物料沒有關係 而要推出新口味的還有這一家 必順客直接把玫瑰放在披薩上 一層層的花瓣 裡頭包的是美式蠟腸 外頭撒滿玫瑰風味粉 嗜覺衝擊很吸睛 另一家提諾意大利披薩 情人節活動 也有香蕉Oreal 綜合梅和黑糖蘋果 甜口味的欣欣形狀餅皮 多加肉 多加起司也比較好 像之前不是有吃過什麼香菜之類的嗎 像我本人就很討厭香菜 我覺得很噁心 披薩就應該是鹹的 甜的太奇怪了 章魚燒或牛肉之類的 這兩款也算經典款 對啊 蠻多人喜歡的吧 新歡不如就愛 新口味推出 但經典口味依舊不敗 芭拉新聞杜君和綜合報導 民生八方式 近在一小時要訂閱 不要忘記要按小鈴鐺喔